作者 旺语 由丧子为您播讲 无声无息 丝毫风声不带 瞬间功夫啊 这尺子就落到寒厉头颅 不过数尺高的地方了 再一个闪动就要爆发出巨大灵压 不再有丝毫掩饰的一击而下 此宝片片银霞闪动 声势实在惊人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 寒厉厅连盖儿处木然金光大放 一只遍布紫色符纹的金色手掌 一闪的从附近虚空中献出 并闪电般一抓 破开了重重银霞 一把把这银齿抓到了手里 银齿一颤之下 顿时发出凄厉的坚明之声 砰的一声 荧光和紫金光芒交织在一块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气浪 从爆裂中心处狂涌而出 向四周疯狂地散去 银齿被一层凝厚荧光笼罩 并拼命地伸缩不定 一副小桃李掌控的样子 但是金色手掌却五指如钩 纵然被银齿放出的灵光砥柱 无法真的将其抓住 但是仍在一寸寸地慢慢合拢 剑阵中的青年不知使用了何种神通 竟仿佛不受剑阵幻术的影响 能看清楚韩丽这边的一切 他心中大惊之下 不由地露出了一分气急败坏之色来 他不加思索 口中一声低喝 接着单手掐掘之后 飞快地冲银齿所在的方向一点 轰的一声雷鸣声大气 从银齿当中竟一下弹射出一道道银色电弧出来 闪动之下直接击在了金色手掌之上 爆发出阵阵的霹雳之声 此手掌纵然坚韧无比 在如此凶猛的雷电的狂击下 也不禁微微颤抖了起来 韩丽见到此景却笑了起来 袖袍猛然地往空中一扶 金光大放之下 一个两丈高的紫金身影 一下浮现而出 三头六臂面无表情 正是韩丽的金身法相 此刻金身不但 体表遍布紫色符纹 散发出的灵光 赫然也变成了紫金之色 那抓住银齿的紫金手掌 赫然正是六条手臂当中的一只 只见三颗头颅中两颗微低手 一张嘴 两股金萌萌的光霞 顿时喷吐而出 一卷之下就把银齿弹射出了 银色电弧一卷而走 不见了踪影 趁此机会 手掌五指一用力 砰的一声 按住银齿的银色光照 顿时彻底地崩溃碎裂 五指一下把银齿 结结实实地抓在了手里 然后另一只手也飞快地一把抓去 两手轰隆隆地一搓之下 银齿一声哀鸣 散发出银光 顿时暗淡无比起来 金身一颗头颅 再大口一张 一股金光飞卷而来 一下把银齿凭空吸入了口中 竟硬生生吞入了腹里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等金教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件平常异常的西式珍宝 赫然和其失去了心神联系 让他顿时变得又惊又怒 这脚吃足青年自然不知啊 韩丽自己也是大喜过望 虽然他知道 凡圣金身经过神秘能量的淬炼之后 肯定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但是没想到随手一试之下 金身展现出这一般的大神通来 竟然可以直接夺取对方的宝物 虽然这种夺取有些出奇不易 并且夺取的也并非对方本命法宝 但也骇然听闻了 韩丽强压心中欢喜 单手一排天灵盖 嗖的一声 一团黑光竟从其头颅上一飞而出 一个闪动下 没入到金身之中 金身一张面孔上双目黑光一闪 顿时身形一晃 就一下没入清蒙蒙的光幕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接着突然一张嘴 一团银焰喷了出来 一闪即逝之下 同样没入光幕中消失了 剑阵中的金角青年 原本一脸惊怒 飞快地掐绝 想要重新召唤那柄银尺 但是一发现金身和韩丽的举动之后 反而面色一脸 竟一下重新恢复了冷静 他长吐了一口气 把手中法觉一散 目燃一声大喝 肩头一抖之下 背后放出了一具 蓝灿灿的巨大法相来 此法相高 足有五六丈 但浑身遍布鳞片 两眼鲜红似血 头顶和四肢 生有密密麻麻的 仿佛牛角般的骨刺 看起来凶恶异常 更让人心惊的是 这法相双手竟然各自 持有一件古怪异常的宝物 一件赫然是一口 三颗怪兽头颅 镶嵌在一起的长柄怪锤 另一件呢 则是一面光滑如镜 但有滚滚赤焰 从中飞卷而出的三角盾牌 青年本身则两眼微眯 单手掐出一个古怪法觉 神色肃然 念念有词起来 显然呢 这位脚吃足青年 一见到韩丽神通 远超其预料的厉害 终于将原来尚存的一丝怠慢 抛弃得无影无踪 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起来了 不过既然他还被春梨 见证困在其中 韩丽又怎会让他从容施法呢 韩丽面上一丝冷意闪过 心中坚决在意狂催 见证四周 青色的光幕当中 光芒狂闪之下 一朵朵青色莲花 纷纷从中狂涌而出 然后化作无数莲影 往剑阵中 滴溜溜地飞舞而去 一时间呢 整个剑阵中 全是青莲飞舞 大小莲花或含苞玉放 或寸寸展开 更玄妙的是 在这些青莲出现的瞬间 一股浓浓郁郁的花香之气 也一下充斥了整个剑阵当中 更让眼前的景象 四真四幻 一个不慎就可能坠入 美景中而无法自拔 不过金角青年望着这些青莲 并没有被此时美景迷住 却反而一眼呢 就看出这些青莲中 暗藏的层层杀机 脸色一沉之下 背后出现的蓝色法像 就将长柄怪锤 冲着这些落下的青莲 抖了一抖 镶嵌在锤头的三颗怪兽头颅 双目一睁 再一张嘴 白萌萌的狂风 赤红色的火浪 一道道银湖 竟同时在锤上一涌而出 火界锋利 火注银湖 三者刹那间化作一股三色巨浪 气势汹汹的直奔空中 一卷而去 几乎同一时间呢 那些飞舞的青莲表面也是青莲一闪 化为了无数道青色的剑影 铺天盖地 击射而下 剑光和三色光浪一下撞击到一块 纵然那长柄怪锤是一件罕见之极的一宝 但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在寒厉修为大进和借助剑阵之力下 威能也远非炼须初七时刻比 纵然只是重飞剑放出的一道道剑影 但是每一道威能都绝不下于真正的飞刀飞剑 这般暴风雨般地倾盆而下之后 竟然让三色巨浪节节后退 一时无法抵挡的样子 青年微微一惊 但马上心中一声冷哼 蓝色法向手臂一动 把三角盾牌一下抛向了空中 这件一看就是火属性的宝物 一个盘旋后化作一团母许大的火云 轰隆隆地往上一拖而去 火云翻滚之下 无数拳头大的火球 和一缕缕赤红光辖飞卷而起 不少剑影一接触之下 瞬间被火云中的真言之力 化为了乌有 整个剑阵中的温度 一下变得奇高无比 仿佛将人置于火炉之中一般 此火云和怪锤放出的 三色光浪联手之下 一下把青年上空护得严严实实 仅凭着那空中见光 狂风暴雨一般的密集 却一道未漏地全都拦截了下来 犹如固若金汤一般 就在此刻 突然青年身后一片青色光幕一分 一只金色大手蒲扇般的一把抓来 大手尚未抓实 五指就发出痴痴的破空之声 一股无形距离 往脚吃足青年一照而下 青年只觉得空气一紧 四周一下变得金刚一般 将其身躯束缚得紧紧的 其猛然一震之下却纹丝不动 而金色大手一闪下 到了他头顶处 毫不客气地一抓而下 同一时间 另一侧青木处荧光一闪 一个体肠胀许的银色火鸟 也双翅一盏地冲出 一张口 一股银焰滚滚而来 面对一下岌岌可危的情形 脚吃足的青年 却神色丝毫不见慌乱 甚至嘴角反露出一丝冷笑 口中咒语声一停 喷出了一团七色光焰来 七色灵光流转之下 一只通体雪白剔透的小钟 一闪地浮现出来 当得一声清响啊 清脆悦耳的清明声 发出不可思议的情景 出现了 身处剑阵外的寒历 在清明声一入耳的瞬间 突然神识一恍惚 接着四周景色一模糊 不知怎么地 人静一下头颅朝下 双足朝天的倒转过来 不光如此 整座剑阵以及剑阵中的一切 也都呈现出诡异的情形 原本朝下方积射而去的剑光 突然方向一偏 反向一侧的青色光幕积射而去 爆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来 而眼看落在对方天灵盖的金色巨手 也不知如何 下方虚空略意扭曲 金角轻黏一下诡异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 却是尸杖外的银色火鸟 木然出现在下方 金手一把抓下了银色巨鸟 树根细长的火灵 蹬的一下 熊熊银焰 毫不客气地反卷而上 把金色手掌包裹在其中了 至于此鸟原本喷出的 那一股银色火焰 早一闪得不知击到何处去了 韩丽不禁大吃一惊 不加多想之下 身形一晃 马上重新恢复了原状 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声清鸣声传来 整座剑阵 仿佛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影响 青色光幕一阵扭曲变形 马上不堪重副般 寸寸碎裂 清光一脸 四周虚空一阵地晃动后 显露出了七十二口 轻蒙蒙的飞剑来 春梨剑阵 竟然如此简单地被移破而开 金身和银色火鸟 却正正地待在原处 大有一时手足无措的样子 这一幕让韩丽心中大害了 那个小钟是什么宝物啊 静去有传说中颠倒乾坤的神通 刚才钟鸣声响起的时候 他似乎感应到了一丝法则之力 蕴含其中 难道此宝竟是 韩丽的脸色连变树下 不过毕竟不是一般之人 瞳孔蓝芒一闪 立刻把方圆百余杖的虚空中的一切 都一扫而过 结果马上目光一宁 一下盯住了某处空无一人的地方 眉宇间黑气一宁 一只漆黑如墨的法木立刻浮现而出 乌光一闪 一道拇指粗细的光柱 一闪的喷射了出来 并一晃的没入到虚空当中 轰的一声之后 金角青年一个亮枪 颇有些狼狈的从那边虚空中 一下现出了身形来 这青年呢 一看韩丽眉宇间第三只妖幕 一下失声出口 破灭伐木 他身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副蓝色战甲 方圆稳稳站住 就立刻绣袍一挥 背后蓝光一闪 巨大的法像 手持二宝 再次浮现而出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